大家好,又回到我們邦向編輯部 YouTube Channel 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DC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 才師真DC好,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各位網友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邦向正向、煞冷氣、點讚、分享和訂閱 我們頻道遇上了經營困難,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 多謝各位網友 今節說一說 就是這個 澳法關係 對了,昨天我邦早說了一節 其實 法國人痛斥澳洲說謊 之前澳洲向他示好,說我理解到他的失望 但是法國一點情面都不給 我知道他說謊,不用說那麼多 想不到 澳洲總理聽到就覺得沒面子,被人樂面 發爛了 發老皮,發脾四 他就說 我沒有說謊 澳洲總理他就承認 他沒有告訴馬克龍正在跟英國和美國相關業議進行談判 但是他說,我想的嗎?我想的嗎?這些是機密,沒辦法透露 還有他就說 他就說6月份的時候已經告訴馬克龍 澳洲正在找替代這個柴油動力潛艇的方案 並要問到法國 其實作為澳洲的長期盟友 所以說法國總統應該有提前48小時知道這個決定吧? 也不是很多 我們總理就說 我一定要保密的 所以別人就說 其他方式交流 但是為了澳洲利益 我們只可以終止合作 還有一件事 他就反咬馬克龍 他就說 這個澳洲媒體說的 究竟有沒有這件事 沒有人知道 因為未有一切截圖 不過澳洲媒體就說 其實 馬克龍 在9月13日 就給 我們總理發了一條短訊 就說 這個協議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 其實 報道就說 這就證明了 一開始 他就不知道 兩日後 AUKUS同盟是會成立的 在澳方洩漏的短訊當中 這是澳洲媒體洩漏出來的 馬克龍就說 對於我們核動力潛艇協議 我應該期待好消息還是壞消息? 這條短訊真是內人尋味 如果 這條短訊真的存在的話 就證明了我們總理是真的說謊 因為 在9月15日就有 AUKUS同盟 的核動力潛艇案出來 13日時 麥克龍再問他 結果麥克龍 是沒有得到任何回覆的 應該說沒有得到任何 叫做提 核動力潛艇 當然 核動力潛艇是澳洲和 英美談的 澳洲總理 回覆就說要跟麥克龍 親自說電話 但是最後 雙方都沒有說電話 報導就說 意味著 麥克龍 可能通過 短訊或者訊件了解取消協議的情況 9月15日當然 澳英美同盟 已經出了核動力潛艇案 拜登也說這件事 我處理得十分笨絕 後來 麥克龍當然是批評我們總理說謊 事實上 我們總理說 這些是侮辱 其實他處理的事情 跟當時接納堅先生分享了 那個插畫 澳洲軍隊在阿富汗做的一些事情 我們總理又是將他提升到很高的層次 又是對澳洲人的誹謗 對澳洲人的侮辱 就是這樣說 當時他也是這樣說趙立堅 現在他就這樣說 他說 說我說謊 根本 這些就是對澳洲人的侮辱 我是不會道歉的 不要再污衊澳洲了 不過報道就說 馬克龍其實在接受澳洲記者訪問的時候 沒有對澳洲進行任何的誹謗 連澳洲的媒體都說沒有這回事 他只是評擊澳洲政府和總理 強調 兩個國家友誼的同事 但是澳洲好像做得不太公道 因為 沒有提前地通知 法國 你想想 我們總理就說提前了 很久很久已經通知法國 為什麼法國人 是9月13日才發短訊給你 如果是很早提前 應該很早發短訊給你 為什麼 連澳洲媒體都說 是9月13日才有這條短訊呢 所以證明了誰說謊 我想法國 收到一些方聲 所以就問 是不是有什麼壞消息 結果他都沒有說 48小時都沒有說 他就說 當然不跟你說 48小時 要保密 他就說 另外你看到 麥克龍就說 根本是澳洲人說謊 之後 我們魔眾就飛去格拉斯哥 又駁斥麥克龍 就說 澳英美同盟 是應該成立的 火上加油 沒錯 還有 他真的很搞笑 他去參觀的 就是一間 BAE Systems 的船廠 這間船廠 就是為澳洲製造防衛 艦艇的 同時 也是為 英國海軍製造 A敵艦艇 是 這個也是澳洲基於Aurcus同盟的選項之一 就是有機會澳洲的核動力潛艇 也是要通過這間工廠的技術組出來 你又觸發 又觸發 挑釁 挑釁 人家就覺得你挑釁 是 馬總 在參觀英國 船廠的時 澳洲政府已經 尋找了18個月的代替方案 他说18个月之前已经通知法国佬了 但是最坏就是这个 法国海军集团没有可以如期完成工程 所以我们放弃协议的念头就越来越强烈 最后就放弃了 而且他说我们本应该在去年12月 要完成Scope2的项目 但是都没有实现 真是讽刺 如果当时可以实现的话 我觉得我们就不会撕毁合同 当时又不撕毁 这句很明显是假的 因为如果有英美比利的核动力技术和潜艇的话 这个太吸引了 我不觉得你会放弃 没错 他说现在你发觉说什么都毫无意义 这样说 他说 我找这个代替方案是为了澳洲利益请你发觉不要再污蔑我们 而且我说明 我为了澳洲利益所以我绝对不会道歉 真是够狼狼 其实 摩总还说他已经在6月份 在他祖先 你知道他祖先是偷了 之后就成为了罪犯 就运来澳洲 摩总 当然祖先是英国人 在康玉以棍举行G7峰会的时候 就与拜登和英国首相约翰逊 商讨了结盟的问题 几天之后 我还和 马克龙在巴黎亚共进晚餐 告诉他 澳洲政府打算找其他潜艇方案 代替法国海军集团的 柴油动力潜艇方案 为什么9月13日才发短讯给你 当时法国人不是应该提出异议吗 这个就是时间点 其实媒体说法国人 闻到风声 知道你这三个死人自己组成了联盟 所以放弃法国这个合同 所以9月13日才发短讯 摩总说那场晚宴 大家听着 他说我们澳洲已经给了法国一个机会 很难处 哇 他说 我叫他们 要解决问题 我们提出的问题 一定要解决 但是 这些问题 根本没有解决 现在我就做出最终的决定 为取消和法国的合同 其实是思维合同 他们制造的 攻击 级的 潜艇 没办法满足我们需要 我们是宣布 August 同盟 前一天才做出最终决定的 与此同时 我就相信将会有一条 光明远大的核动力潜艇发展之路 会令到澳洲 成为了重要的国家 他还帮自己辩护 澳洲 阿章能获得 英美的核动力潜艇技术 这个技术 阿章 反应堆 安装在潜艇上 几十年都不用更换和增加燃料 你们法国的东西根本没得比 很困难 有英美大佬照我 法国佬你走开 他还说 麦克龙在巴黎晚宴之后派遣了一名 法国海军上将前往澳洲 法国国防工业部位亦试图挽回这项协议 他就认为就是证明了 法国其实知道我们会取消 但是 你是没有书面 你自己都知道是没有书面的 其实什么都要暗瓦底 是吗 那么大的国家为什么不可以有书面通知呢 他就说 我们 已经 给了三个月时间 给法国政府 和我们官员 还有法国的海军集团 要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你要知道 告诉承包商没办法满足协议的条件 是不容易的 但是这么说 你是这么说 很搞笑 之后 有一份文件 是什么文件呢 原来 在离开 拜登总统在华盛顿 椭圆形办公室 几报之遥的 艾森豪威尔大楼里面 有一份十五页的文件 这份是机密文件 来的 原来揭露了一些东西 他就是对拜登总统 声称他认为 法国提前已经知道了和澳洲 解约的 这个事情 提出了严重怀疑 即是有些东西 推翻摩总说的东西 这份文件就说 其实 拜登在 白宫的 国家安全委员会 顾问完全是什么都知道的 在九月宣布新的 AUKUS同盟 之前 法国真是没有被告知 会 被取消合同的 美国佬就打你念了 真是要 要澳洲佬来 背这个黑获 即是证明了什么 麦克龙是没有说大话的 说你澳洲说大话 这份文件 其实 十五页 被媒体暴露了 所以拜登为什么在罗马举行 这个诸二十峰会的时候 就 迎带位 和法国佬说 哎呀 我以为 你们早就知道 哎呀 我也不知道 是呀 澳洲没有跟你说的 我以为澳洲说了给你听的了 是呀是呀他真的这么说 我以为澳洲说了给你听的了 这份文件 其实就是 拜登的 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澳洲还有英国官员之间的秘密达成协议 那就未 就是怎样呢 就是描述了 怎样将新的 澳英美同盟 告诉全世界 这份文件 就为拜登 马克龙和 波总 我们总理 澳洲总理之间 目前关于核潜艇的口水战 谁说大话 就提供了重要线索 这份文件实际上是 一份15页的 时间表 描述了 澳洲宣布 将寻求美国或英国核动力潜艇 而不是法国制造的 柴油动力潜艇 那时 发生的准确事件的时序 这份是由拜登 最亲密的顾问签署的文件 澳洲在9月16日 这一天告诉法国 其实9月16日 就是当时的15号 就说 我们会撕毁和你的合同 美国佬的文件就说 是你那天才跟人家说的 你说大话 真是你说大话 你还说 哎呀我 我没有说大话 我不会道歉 美国的国家安全 委员会的官员 就知道 原来 拜登之前说 我猜不到 你们 这么大反应 原来 不是的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 其实已经表明了 法国会措手不及 而且会很生气 不过他们说是低估了这种愤怒的程度 而在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大楼 最讽刺的就是 这座大楼建于1871年 是什么来的呢 原来这座大楼 就是用法国方式做的 是法兰西第二帝国的风格 这么巧的 是的 很讽刺 就是为了 当时 我都说过 美国独立战争 法国佬是出了很多力 是一个很重要的其中一个因素 这座大楼就是对法国的一种敬意的表现 结果你就令到法国蒙在鼓里 其实 美国官员是浪费了几个 时间和 澳洲一起制定了战略探讨 如何 安抚法国 其实你们全部都知道发生什么事 拜登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知道怎样告诉法国的时间表 甚至帮助 一些问题就是知道法国 会生气 怎样解决协商 也有 方案 这个事实 就令到大家知道 拜登曾经说过 我以为法国已经知道 是 知道你们合同会被澳洲 取消 所以大家觉得拜登也是有说谎 不过拜登就认了低位 就说是呀 我整件事处理得很笨拙 他用这个词 如果处理得体一点 可能会好一点 但我现在还死撑 是呀 他还这样说别人 你不要忘记我们的 国防部长达顿 还说 他选举了 怎么办事 假装生气 你这就糟糕了 这个澳法关系有很久 好 拜登当时就说 我的印象就是 哎呀 哎呀 我们有 一些事情 是会发生 但是他没有 就是他觉得 AUKUS同盟 出来之后 应该发觉没有那么生气 这样 其实他是知道发觉会生气 这份文件就显示 不过就没有想到 生气的情绪那么大 还有 拜登也说 我们 没有一个 合作伙伴 就发觉重要了 最重要就是发觉了 而且 这份 十五页的文件 也提供了明确的证据 就是拜登先生的顾问 其实知道发觉 会感到十分意外和不安 坎培拉的一位消息人士 就跟澳洲人报 记住澳洲人报 这个梅度报 当然他掌握澳洲政府的脉络 是比较好一点的 他就说 一切都有时间 其实我们完全明白的 对于 一些 决定性的时间 每个人都有他 必须完成的不同目标 就是你有个时间表 你自己搞定他 对于 这份 文件 同一新闻周期内 是会起作用的 他们觉得 还有 他就说 我们历史上最大的采购 下一步 是什么答案 每个人都知道 不过 就不方便透露了 还有 做这份文件 就是我们唯一可以做的事情 这样 这样 很明显 这份文件 就是 知道法国人会生气 不过是低估了他生气的程度 嗯 拜登的 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 是否 没有向拜登说这个 情况 怎会说 有些人就觉得 拜登是否老不知道 老也知道的 他没有想象中那么笨 有些人就说拜登 认为会玩政治 我觉得这个解释比较合理 而且 拜登 为什么会玩政治呢 这个澳洲人报也这么说 你想想 最惨魔忠的澳洲人报 就说 其实拜登是以一种 有分寸的方式 叫澳洲 这个祸你背了他 最多人觉得你说谎 我就做好人 你就做坏人 现在的现实效果也是这样 你看到法国 美国也好一些 条线也好一些 但对澳洲 很硬 首先赔款 其他事就不要谈 所以 澳洲人报就觉得 根本美国佬就是想 澳洲就背这个黑祸 带你上海 是的 就可以 继续捧一个 打击一个 你知道法国佬心中 你美国那么好 我和你收复关系 故意冷落澳洲 甚至是评击澳洲 对澳洲不友善 所以很多世媒都觉得 拜登就叫摩总 我们总理 是吓了一只屎猫 就可以令到美国和法国 关系得到收保 当然 美国 收保和法国关系 但是澳洲和 法国关系 茅次就越来越差 还有 坎培拉的政圈 也是觉得 拜登在玩政治 总统其实就是 给坎培拉 一只重重的黑祸来揹 因为他 老实说 是不介意澳洲和法国关系差的 最重要 法国和美国关系好就可以了 当然 亦是有助于收保 拜登和马克龙 即是法国关系 你拼了一只屎猫 反正你这么喜欢做难投卓 法国对美国参与了向澳洲提供 核动力潜艇是非常愤怒的 之前亦是短暂的召回了 驻华盛顿的大使 但是后来 因为这只黑祸 就叫澳洲佬背了 所以 当然 现在驻澳大使也是回来 澳洲坎培拉 又回去了华盛顿 驻美大使 不过 不过 现在看到 澳洲就叫做 成为了 法国佬的出气袋 因为法国佬一直跟英国佬 没有什么好关系 或者是 所以 澳洲就成为了出气袋 美方就认为法国的反应 应该全部发泄在澳洲身上 不用搞美国就可以了 还有 原来 他们 这份文件就说 很多美国官员觉得 法国只会将他们的愤怒发泄在 坎培拉 而不会发泄在 华盛顿 即是他们的计划数 觉得你有什么就找个傻子 懒头出 那么喜欢 让他顶起这版 所以这份文件也是变相这样打念 他就说 一早就告诉你法国 其实是没有的 这份文件说是没有的 如果有的话就不用浪费 时间和整个时间表出来 如何和法国佬交代 是吧 所以我们摩总就说自己没有说谎 这份文件 也是等于狠狠地 打他脸 现在很明显 这个澳洲人报就说 很明显拜登 是 令澳洲成为了他 修复和法国关系 的附带伤害 而且他是不介意的 你这么想做烂头出就让你做下去 是吧 是吧 好,这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